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,少不了人民解放军的身影,在这些铁血战士的行囊里,除了防疫物资,也带着家人沉甸甸的祝福与思念,让我们走进一名军医,看看他随身行李里的故事。 早点回来,尽量,七,不要忘记我和妈妈一直爱你,重要的事情做三遍,平安回家,平安回家,平安回家。 赵新辉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,这封就是驰援武汉前10岁女儿写给他的信。 2月8号,收到武汉需要支援的消息时,作为一名已有14年军龄的军医,赵新辉第一时间请站,而这个决定却让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闹起了小脾气。 于是,女儿在信件中给他定下10条军龟,这封信,赵新辉一直揣在身上。 平安回家是女儿心里的叮嘱,质朴的笔记里,满满都是不舍与担心。 你得保护自己的健康呀,最后不管你做什么决定,我和妈妈都会支持你。 你要记住,我和妈妈永远爱你,还有我和妈妈可以当你的依靠,我也是你的靠山。 虽然难免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,但作为军人,面对小家与大家的抉择,赵新辉总是选择后者。 本身是一名军人,然后又是一名医生,还是一名党员。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责物旁贷吧,我们应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。 其实赵新辉随身携带的不止这一封信,临行前,女儿也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,给他心中最勇敢的爸爸。 那红绳子,拴起来的三个玻璃珠,然后说是这个代表爸爸,然后这个代表妈妈,这个代表他自己,然后我们一家三口,永远在一起的意思。 赵新辉和战友们经过两天一夜的努力,终于将病房改造完成。 他所在的感染六科也正式接管新冠肺炎病人。 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,一起团结起来,一起努力,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